伦伦 这么巧啊 我在这里上班 要不我带你去逛逛 不用了 我们自己随便逛逛吧 我说老婆 你们俩之前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现在这么冷了他们的 你不知道他们家以前是开饭店的 现在一屁股在 我躲得还来不及了 这为啥呢 还不是把他找我借钱呗 有主动找你借我钱吗 那倒没有 人家要是真想找你借钱的话 他不会打电话找你吗 还等到碰掉了去问你吗 也是喽 咱们刚创业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运你给我们 就他主动借钱给我们 难道是我记错了吗 咱们脸上都不抱我老婆 莉莉 哎 你看我现在都165斤了 肚子大屁股大了 天气也冷了 我想找找裤子 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行啊 没问题 最近生活条件好了 又长胖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家这条模型裤 能穿到210斤的 专制这种大肚子的 包起来又显瘦又显腿肠的 你去试试吧 里头还是加绒的 穿着也保暖啊 可是这种加绒的裤子 裤子穿得我更胖了 不会 一点不行有浓的 压缩浓面 快洗吧我去吃一下 快去吃 老板娘 刚刚进身一间了 那是我最好的规律 她选的那件裤子 钱除我裤子里扣行了 行 我知道了 老婆你看这裤子怎么样 哇 你别说你这样穿着 好有点腿细啊 穿着挺不错的 没想到 丽丽有这个裤子 这个挺舒服的 而且它加入加入的 你看海线特别大 主要是啊 我裤子这么大 全都给裤子起来了 穿着蛮舒服的 这裤子我也挺喜欢的 对呀 扎龙的 看着一点都不用做 那其实这裤子这么好 我们多买点 她会去给原来做 对呀 你们说我忘了 那我们把这裤子定500条吧 好 我们去找吧 好 老板娘买单 不用了 丽丽已经帮你们买过了 啊 那她人去哪里呢 哎呀 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出去了 那行吧 她给我接着这裤子 我挺满意的 而且穿着也挺舒服的 嗯 我们打算定500条 等下我给你的地址 你按着地址给我送回来 就可以了 业绩嘛 就穿在丽丽身上 对